宣二回来后 不知三少主有何打算 本少主 方才在想自己到底缺什么 思来想去 好像什么也不缺 唯独 缺一个城主夫人 告辞 老狐狸 不当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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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主 今日城中有钥匙 城门不开 来着何人 开门 快去禀告将军 大小姐回来了 三日 我在兴隆客栈等 三日后见 嗯 查一下那个人的底细 是 事物中的梦 心后别只问是否成空 爹 原儿回来了 不如使命 好女儿 在冬天的浮云 在冬天歌声有 情若转旁 雪儿 我等你回来 成了 拜见三少主 宣儿 心不如命 宣儿 三哥很想你 三哥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了 如何向父亲开口 少主 对百里姑娘 真是伤心 自长衣走后 我身边真心待我的 只有需要 不要提长衣 若不是百里文龙他 少主 您真的要去 百里家的姑娘 宣儿是宣儿 不要换我一胆 少主 可宣儿他毕竟姓百里呀 若是他再当上城主夫人 恐怕百里文龙 在这城中的气眼 更是要高到天上去 少主 切莫养虎为患了 我意已决 下去吧 长衣 我的长衣 如梦令已经归位 我现在去找父亲说清楚 他一定会成全我的帮 小姐 天凉了 咱们回屋吧 还是明天去吧 正实些 宣儿 三哥 你怎么 身为少主 三更半夜来到女儿家 属实不妥 但是三哥 是真的想宣儿 所以就过来了 三哥可是有什么急事 走 三哥带你去个地方 将军 刚刚三少主 带着大小姐出去了 很好 你下去吧 是 小姐的所有动静 都要随时来禀报 是 奴婢谨记 轩儿 你看 喜欢吗 多谢三哥 我记得小时候 陪你去放孔明灯 你会对着灯雪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要给你无数个愿望 轩儿 我要把一切都给你 嫁给我 嫁给我好吗 我不想用 城主礼仪 城主礼仪来封你为城主夫人 我知道你不喜欢那样 所以我特意 用民间的方式来向你告白 轩儿 嫁给我 三日 我在星龙客栈等你 三哥对不起 现在有些晚了 我先回去了 少主 要差人带回来吗 不必了 他可能刚回来还没有事宜 我的轩儿 在外面待得太久了 既然大典需要本少主离开七日 这段时间不能来看轩儿 白礼将军 替我好好照顾他 少主且放心去 我定会照顾好轩儿 父亲和三哥 话里有话 芸汐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这是三少主送我的糕点 你尝尝 谢谢小姐 嗯 好好吃 这都三天了 少主已经按规矩去摘戒 为登上城主之位做准备 近来城中事务就有劳将军了 那是自然 小姐可好啊 少主很是挂念 特意嘱托陈来问候 来人 去把小姐请来 不好了不好了 将军 不好了 小姐不见了 他们晕了我 还穿走了我的衣服 什么 黑人给我去找 是 将军可知 小姐在梁州市 已与人成了婚 你想说什么 那是为了如梦令 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哦 可在下听说 两人 还是久生了情 杨总管说话 注意分寸 在下也是道听图说 将军千万不要当真的 送客 SY来看一看 里边请 你拿好 你要去哪 父亲